登登登 开始了 你好 我是邓嘉欣 大家也可以叫我Alan 今天是我18岁的成人礼 借此机会跟大家聊聊天 OK 咱们先来聊聊这次的主题吧 72小时之内的三个愿望 18岁了还挺快的 我想在18岁前的72个小时之内 再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其实也都是我平时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把尝试做成尝试 好像也挺酷的 第一个想完成的愿望呢 是治愈和陪伴 是关于小天使宠物的故事 这个我们后面再展开详聊 第二个愿望是封存所有的彩色 以记录 我喜欢画画 也喜欢画画时的专注和安静 如果可以有一个玻璃盒子 封存那些画画的过程和内容 我想这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第三个想完成的愿望是制作收获 烹饪佳肴 理清思路 希望18岁的我可以更清晰地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小天使 画画 烹饪 好像总是围绕在我的身边 为每个阶段的我充能 他们很美好 美好的事物 却总是想用各种方式去保留 也许 最后却什么都留不下 但不妨碍18岁的邓家新 继续喜欢音乐 身世友情 继续好奇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不知不觉 我也是个大人 我也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第一首歌 大人 很多分合合 苦舍都是真的 幸福也是真的 不是爱了就不erez行了 不求解了就懂了 只有自己 才能将自己困折 往自由的车 交割舍 他人啊 是不停长大的针 能缩小了就伤痕 越再生也越完整 他人啊 是泪荡酒喝的神 让三明都不准 却往事分仿佛最爽有情人 他人啊 是想被爱的神 把责任陪着等 被抱抱和心疼 他人啊 是绝不快的人 有躁动的灵魂 像绚烂耳环 我 却分身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小天使的故事 那么小天使是谁呢 他就是我家里的一些动物园嘛 他们都是以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 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但是呢 最难熬的时光 好像因为他们的陪伴也慢慢忘记了 但是总会有一些被治愈的小瞬间 就比如之前兜兜和转转 他们的滚轮声老是容易把我吵醒 但是被他们叫起来看夕阳 似乎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体验 当我有了治愈的能力 这样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或许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去力量吧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 是明白是信仰的眼神 成了的真 人缘还是眼神 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 保持人生 忍不住又沉沦 斗着圈子 来却又是苦的 人的一生 感情是转转门 转到了 最后真心的旧部分 如果紧张 如果紧张 如果牺牲 如果牺牲 被爱洒选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试着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你懂得永恒 懂得永恒 得要我们 计划成更好的人 懂得永恒 要我们 计划成更好的人 你懂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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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懂得永恒 在我心灰潮流的远远 我不会怪你 对我的伪装 但是在人间 是个藏和翅膀 让每一春路芒 让你深细善良 怎么让你为了我被碰上 悄悄的手掌 好好的温暖 你总能平复 我不安的夜晚 不该想的梦想 走过你的眼光 我才看见她原来在前方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结束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专属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 也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哦 绝望的依偿 哦 绝望的依偎 生命只有黑夜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被我能独占 被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拥有一个专属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 我 拥有一个专属天使 那估计我泡完就两百斤了 我觉得 那是你给我解 水肿跟脂肪不一样 有道理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 在我那午夜水煙的鼓声 有一个旧复火台的村庄 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 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 流口那绘画灯弹特响 半夜的月光 仍在天空发亮 今夜的缺口 为了让人欣赏 阿楚姑娘 相侧的风铃弥漫你的伤 风吻过的口红 欲开蜜墙 阿楚姑娘 世间的泪眼似去我伪装 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 仍然不过为我手啊 阿楚姑娘 相侧的风铃弥漫 相侧的风铃弥漫你的伤 你会不会在远方 仍然不过为我手啊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 会不会在远方 Zither Harp 等待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做你感情上的依赖 我没有任何的疑问 这是爱 我猜 你早就想要说明白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多无奈 我愿意改变 重新再来一遍 却做我无法置身 普通朋友 感情因那么深 叫我怎么能放手 当你说爱 等我给你的爱 再失守不回来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小学生 hey 你自己恶意 YouTube 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有人问我是与非 说是与非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若是爱已不可为 你明白说吧无所谓 不必给我安慰 可必把我伤悔 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关在过去又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如何用爱将我口味 那深情的滋味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 忘了过去又多美 不怕远近人流自卑 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关在过去又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 那深情的滋味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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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过去又多美 你也还愿之人流自卑 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你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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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muitas点的关系 没有没有爱 那就会知道不去想起 我都国家的心穿起 我就是想起 细五岁的心穿起 世界都变形 会计谈何容易 确定 没的是我却会 难免被我一根烛咖啡 想罗队答应自己 我难免费 I'm on my own 否则还不会再为谁跳动 Cause you cause you cause you my one and only 看着还没有汗在歇斯底 这瓶味太快像是迷离 怎么轻易舍的把我心里离去 忘记你锁紧买盒 这片的外面日记 绝对待我不怕零了 变成烟浮烟会保佑 你向我答应的 也应该下起了 我唯一的baby 我美丽的唯一 You are my only girl 变成姑娘名叫做马 一直在我梦里girl 我一直在寻找那个唯一不见踪影 girl You are my only one 我不能忘记 他 You are my only Yeah One light in my heartbeat 想要保护他的顺瘁 脑海里都是他 I need a terror baby 你是我的辣妹 Yeah 要诉我到底怎么去爱 你是我的唯一 You are my onl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用手迷扯夜难免 被我一个人吐咖啡 想落对大眼睛 就能变非 I'm on my own 不惹她 不会再会睡觉动 Caus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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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y one You are my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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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ry to get rich 我想要给你更好的生活 没出口都喊在这里 独自在楼上等着风光 Oh my baby girl 那情歌总会替我表达一切 我希望自己能够付出的再更多一些 我的备望路里没有任何关于情歌的词 因为我想说的话也不值那些富裕表面的字 Oh yeah I don't wanna call this b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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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my only You are my only You are my only 两个世界都变形 它毁拒它很容易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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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唯一 独自推着电话说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You made it easy to choos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so long Especially when you drop it on the floor I can't hold you down just let me know I just need to see a little more So don't hide it Don't hide it Something bout the way that you move so sexy Hands up on your waist and a two door flex And I do it if it feels right Baby girl it feels like Baby girl it feels like I just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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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it if it feels right Baby I got nothing to prove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ost people So imma hold on to you na na And just let go of my ego 我愛你 走过的路是一只魔术 那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 心里的哭就算不记得 灯花坐着目光影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室里的草草水声 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 怎样的感受和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 像我内心多闭关的渴望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春脚印的走路 有时候竟为你早为了想可疼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掌握 换我内心加暗去划身房 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压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 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 心里的哭就像不记得 都化作成目光影场 唱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室里的草草水声 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 滋养了感觉 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 像我内心躲闭关的渴望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春脚印的走路 有时候竟被你早为了想可疼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掌握 换我内心加暗去划身房 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 夹阳 弯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 像我内心躲闭关的渴望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春脚印的走路 有时候竟被你调味了想可疼 是你抓紧我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掌握 望我内心加暗去划身房 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夹阳 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面上 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 要准复去ago 爱啊 呜 呜 嗯 呜 呜 呜喔呜 来吧 老样子 从我们右边开始 Queen son Yes 贾心宝贝也是18岁的孩子了 我作为这个过来人 作为这个成熟男人 我觉得18岁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这个年龄 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拥有广阔的天地和自由的选择 当然不能为所欲为 哈哈 当然不能为所欲为 哈哈哈哈 前面有证实 还是来有实在的 希望贾心宝贝可以24小时泡走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儿 二十四小时的泡走 泡拉了 差不多得了 泡一会儿就得了 可以早日登上歌手的舞台 可以练出大大的肌肉 可以不用吃简直残 最后祝贾心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生日快乐 哦 哦 没有 来 先 嘉欣宝贝 哦 哦 已经成年了 这种感觉就很不真实 想到第一次来公司 当时白天训练 晚上会和阿兰一起玩耍 当时的阿兰瘦瘦小小的 和现在呢完全不一样 结束宠 哈哈 掰着指头数 才发现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阿兰啊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平时会画画 然后会创作写诗 还会很多很多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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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省略阿兰会的一万件事情 哈哈 阿兰居然都已经成年了 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了 可不要被成年人的世界摸平了棱角 我坚持做一个有个性的自己 对了 别忘了去考个驾照再载我 什么 考驾照 我都要看看你在现实里开车 在游戏里那么厉害 最后呢 祝我的嘉欣宝贝生日快乐 希望你有更多的灵感去记录生活 在你喜欢的路上越走越远 生日快乐 感谢心 来吧小月 我看到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十八岁的嘉欣你好 今天写封信给你 先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然后呢 还是那句话 早日踏上歌手的舞台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七年 虽然中途也因为一些事情 导致我们少了一段回忆 但是呢至少现在我们是一起开心的生活下去 记得刚来公司的时候 李毛国俊豪和我一起经常的玩爽 到现在都还能想到 刚来的那个夏日集训 当时的你疯疯癫癫的 就像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 总是能逗大家开心 感觉干什么事情 都有种莫名的天赋在身上 你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就比如一个游戏 你能一直努力练习 让我们大家都玩不过你 其次 你也每天不要想太多 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让自己开心最重要 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哦 十五道余泰森的暴击 哇 这个暴击 阿兰真的很棒 Evan美洋洋 哎呦 阿兰 我的使用 首先 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应该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的房间已经装修好了吧 但是 不知道你买的新桌子到没有 到没到 因为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你的桌子还没有到 我们的嘉欣 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他卖了枪枝 他卖了低摊 卖了桌子 吊灯 把原来老旧的宿舍 变成了新的酒店的风格 太有操作天赋了 小苏苏太有天赋了 阿兰 你不是之前很喜欢拍你的Vlog 对吗 对 OK 为什么 其实我可以 我觉得 你把你宿舍装修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拍成一个Vlog 你觉得是不是啊 阿兰 我觉得 我的宿舍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 已经没有Vlog可以拍下去了 好的 好的 OK 等一下 还有最近 你的那个 这批飞车 带得非常不错 不错 不错 但是 狂狂飞车 还是得看我的 你知道吗 OK OK 狂狂飞车 OK 狂狂飞车 OK OK 最后还是祝我们阿兰 十八岁生日快乐 OK 创作一流 解不住怎么办 根本解不住 我来啦 佳欣 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小时候的你很调皮 就是想到我们第一回 就是想到我们第一回 唱《行非得已》的时候 就是你在那很活泼 然后到处乱跑乱跳的 像个猴儿一样 感觉我们现在都长大了很多 你好像变得沉稳了很多 好像 可能是因为快成年了吧 过去呢 我们也有 一起完成了很多的舞台 我们 我们也和师兄 表演了《十二月奇迹》 还有那些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等等 那些舞台 感觉这些都是 非常难忘的回忆吧 对 感觉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 可能所有人都会 有很多的成长吧 所以最后还是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希望你可以早日完成你的梦想 然后天天开心 对 我记得 秦飞得也是不是我们 就是第一个 阿卡佩拉 什么 阿卡佩拉 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阿卡佩拉 对 只怕我自己会爱着你 好熟啊 好熟啊 熟哥唱啊 你不唱 先让熟哥先唱一段 熟哥来一句 闹钟 滴蛋 继续 继续 我了 那我BGM 那我用嘉欣的吧 冬PT 嘉欣宝贝 十八岁成人礼快乐 生日快乐 咱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 哈哈哈哈 咱们笑过 哭过 也吵过架 高中期中呢 也是校友 从班同学 哈哈哈哈 我还记得有次早上 咱们说好了一起进学校 在车站 还是在哪里集合 去买早餐 在学校门口 买关东煮 当时时间还来不及了 边吃边进校门 还非常踏 对了我们俩还和朋友 军训的时候偷偷跑去打篮球 被教官抓了 我们站在那个操场上面 全校同学都看着我们 但如果再来一次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跑出去 刺激 好 贾心宝贝也十八岁了 也是一个成人了 未来呢 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 最后希望你唱歌越来越好 一定要天天开心 有时候不要想太多了 电梯天天开心 我觉得 首先啊 这个点声明一下 这个 打篮球这个事呢 是高 不知道是高一高的啥 对 但是呢 这个肯定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 就是 学校内的校内回忆嘛 但是 不提上这么做啊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还是得做三好学生的 聚聚入行 赞我啦 阿兰老师十八岁生日快乐呀 哈哈 最开始的时候 咱也不知道你有这个英文名 一直叫大名 直到你这次回到我们这个大集体来 每个人抱自己英文名的时候 你说叫艾伦 艾伦 艾伦 哈哈哈哈 当时我还问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你说有个其他的含义是什么来着 好像是快乐 就是非常友好的人 非常友好的人 对 反正肯定不止艾伦的意思 所以也希望你像这个名字一样 永远开心快乐下去 但是我说实话 阿兰真的比艾伦好 说到冷风吹 前两天我们上课的时候 听之前唱的那个版本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们一个还没变声 一个刚开始变 一会高八度 一会低八度 但这次肯定不一样了 所以说了这么多 还是祝阿兰生日快乐 嘿嘿 嘿嘿 好 美好长半左右 最后再祝阿兰老师成年快乐 还是点提了 常年快乐 快乐真的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 对于所有人来说吧 不管是对大 小孩 老人 还是婴儿 我觉得快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有一句话 叫做 忠于音乐乐于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非常难得的两个品质 就是忠诚和 快乐 人一定要快乐 不然每天活在这个上面 真的不知道 没什么意思 支持阿兰 说得好 答应我们都要快乐 好的 快乐就是我们 我们的代名词 好吧 我说的 好了 祝我们的嘉欣 十八岁生日快乐 你同样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当时我们四个 还有恩仔 是公司最小的几个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羞涩 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只有你 我记得是最活泼的一个 在公司调皮捣蛋 但是上声乐课的时候 依然是吊打我们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瘦小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肌肉线条分明的精致型男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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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后来在北京和你当了室友 总是吃你的苦咖啡冰糕 现在还有点怀念那个味道 哈哈哈哈 每次在我感到十分饥饿的时候 在丛林里抢肉吃的时候 你就会为我送上一只苦咖啡冰糕 哈哈哈哈 苦咖啡冰糕 苦咖啡冰糕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的英语有没有继续学 我可是见证了你每个努力的夜晚 希望你在未来每一天都可以 没有束缚的自由翱翔 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那个榜样 那个模样 好 好 哎呀 现在搬到就不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吗 那个地方 就附近的商店没有卖苦咖啡的 我就只能买火炬了 到我了 去夹心宝贝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公司的时候 当时人身地不熟 玩的最好的人就是夹心宝贝 也是很快的融入进这个团体当中 现在你从当时的调皮的模样 变成现在成熟稳重的样子 说明你也成长了许多 还记得当时认了你当我的游戏师傅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平常有时候见你也会EMO 也希望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慢慢来 也不要去想太多 做好自己就行 在这里也祝你成年快乐 生日快乐 也祝你的声乐越来越好 创作能力也越来越强 然后最后一句话 夹心放心飞 兄弟永相随 好好好 OK啊 因为就我这个人 因为也发了那个嘛 就是说性格上可能会比较敏感 然后就是可能对就比如说朋友啊 之间的关系会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感觉就是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 就会想的特别多 就是怕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别人觉得就是反感啊 或者说厌恶的情绪什么的 就有时候会活得比较累 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就还好了 现在感觉放得比较开 那倒是没用 但我感觉阿兰最近还好的 最近没有EMO了 对最近精神状态精神状态还是很美丽 还没缓过来 还没缓过来劲 对阿兰 阿兰现在还是非常棒的 毕竟那个我跑第六 他跑第一的时候 他也不骂我 对吧 就觉得 嗯 还有那句话嘛 毕竟朋友来自不易嘛 我觉得还是要珍惜朋友 EMO就是看出来它EMO了 就是你看出来的样 对能看出来 但是其实它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确实能看出来 就是它气场不一样 它和平时是两种模式 对 我觉得我有三个人格 一个是愤怒人格 一个是平静人格 一个是阴谋人格 一个是阴谋人格 对就这三个 我觉得情绪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变个人格 情绪不一样就变个人格 因为你这个毕竟天天在手机里面开车 然后这个 这方面的技术应该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好好好 众所周知 阿兰比较喜欢听音乐 然后就希望你能 各位 创造出更多像东PT这样好听的音乐 然后这个 祝你早日登上歌手的舞台 取得一个优越的成绩 最后生日快乐 天天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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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这不止三遍两四遍了 重要的事情说四遍了 干完了 十八岁 还是那句话 不论年纪是大与小 快乐最重要 我觉得 对快乐最重要 没别的 那咱们开始给阿兰庆生吧 你去拿蛋糕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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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之前的照片 就是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开始这个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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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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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刚刚在唱的时候才是约上 不加息 不加息 加息 长大的肺活量 果然是我们的阿兰吹蜡子吹的潇洒 我也算是成年了 也是不容易 果然今天也是不容易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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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吃了都 又吃了 吃哪 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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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吃吗 可以吃 你看这像能吃的样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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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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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撤一半了 撤一半给你 撤鸟 撤鸟 不哑关了 不哑关了 太不哑关了 我是文明人 我是文明人 可以遮住的 这碗是鸟 这是鸟 鸟 鸟的放蛋糕里面 哎呀我真的不要说 猫哥 那狗乱了 不吃 吃啊吃这个 这个 这个有嚼劲 这个 吃这个 这个有嚼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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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哎呦 那个怎么看 这个 那个一点 这个放蛋糕看起来像哈密瓜那样 怎么一样 对啊 怎么像是一模一样的 我真的服了呀 有些人 我真的服了呀 有些人 我真的服了呀 有些人 这个 这个馅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谁来煎一煎 谁来煎一煎 我呢 哈哈 也是吃上翻糖了 翻糖 翻糖杀手 也是吃上翻糖 翻糖杀手 哇哦 好吃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针子有了不一样 要不一样些是吧 有了不一样 要不一样些是吧 谁要怎么走 哎呀 蘑菇 我感觉 看到除了蛋糕的实体以外全是翻糖 翻糖 翻糖 这大大翻糖 除了隔街珠 喝 走也来了 吃这个 吃这个 哎呀我真服了 吃这个吃那个 哎呀 手 手掉了 接力赛 接力赛 可以了一次 抓个接力 吃 吃 不是这是 可以吃 辣有聚业吗 吃 哈哈哈 这也是大口辣 这个就是辣啊 我的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还有多大的嘴巴里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这个怎么拔得下来啊 啊 这个面子是怎么变团一样 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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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这种点 变团在我家 这个也是这个 变团 什么玩意 咱们家 他前几天 他差点走丘了 在你瞭解吗 我妈今天才跟我说 面团他自己跑到我家了 他跑出去了 他就跑到我家了 只是他想我家了 然后他就来我家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 谁啊 我这个这么大哦 下面大没办法 基座比较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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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一个把麦克风和上蛋糕 不是 不是 这么强的 还有 还有个人点了 还有个人点拉出去了 还有高手 不是 还有高手 这是啥啥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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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包包不是 这个要了一口 这个也要了一口 你要多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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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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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解释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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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呀 哎呀 干净了 太索了 拿张指的呗老师 来 你说下次有点麦克风 我当时遇到了就是喜欢对这边上唱的是然后那个人 唱的唱的 怎么这个话怎么 哈哈哈 哎 我到那时候应该是酸味了 哈哈 有发酵了 嗯 我的天 呐 好 新鲜宝贝 简直 哈哈 你们把我的人吃完了呀 你们把我的人吃完了呀 你们被人慌了呀 你确定能力下来 这个是 这样的 ok吗 老师 你下来是怎么样 可以洗吗 可以洗吗 哇 这里面有个海绵 这里面有个海绵 哇 可以洗吗 肯定可以啊 不是 不是 专业盆埃 哇 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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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这个话 这个怎么不一样啊 哈哈 不知道 哈哈 这个可以摘出来吗 连排绝对要用 之前用过吗 但是 用过 我可能我感觉 好像 用过的用过 这个没太见过 那个 这个用的姿势 不一样的 他这个 阿兰山 快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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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下了几杯 昨夜都喝的水 怎么说不对 因为没睡 为自己流泪 却想脱死互陪 怎么说不对 还不催泪 有着滋味 几家都快 手指一软 曾是几杯 就跟谁先走 谁先吃醉 I know 越是挥散难没血 越是自以为 以为没忘记 就算 时空抢身醉 笑得太美 光归一杯 快乐的床 要找谁杯 陪我一场面前 一杯水 陪我一场面前 越是挥散难没血 越是自以为 你以为被放弃 就算 时空成成醉 笑得太美 光归一杯 快乐的床 要找谁杯 陪我一场面前 光归一杯 一杯水 一杯 轮仙留鸡杯 昨夜到后的水 怎么说不对 因为 没谁 如此即可 大家多多加薪 拜拜了 这个是 这叫什么什么心愿皮是吧 他们说这些是 我哥们们写的 什么心愿纸条 我看他们写了些啥 说好的心愿纸条呢 这个夹心爱你是什么会啊 不是 这个我感觉像是 不是 这个夹心怎么写的 这么像我写的 这谁写的呀 估计是想不出来啥事的感觉 和夹心一起骑车 在午夜十二点 这个我知道 那天 那天晚上 我想想几点出去来的 几点出去反正好像是差不多 七八九点钟出去的了 然后出去打了两个小时的台球 然后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感觉 感觉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时间 怎么突然就跳到现在 已经从杭州回来了 感觉过得好快呀 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 军训打篮球 这是朱新的 那天打篮球是什么事呢 反正是军训 当时我们以为是休息时间 然后我就跟那个朱新出去打篮球 打着打着就来了一个老师 把我们揪入了 说军训时间你俩在这打球 然后后面背后就站着站着的时候 修行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这个事情严禁模仿 我们要做三好学生 试唱恋耳课 我负责节奏部分 他负责节奏部分 我负责旋力部分 这个应该是张俊豪写的吧 因为他当时跟我说 家欣我不知道写什么 给我想个烦 我跟他说他写这个 然后他真写了 他说他节奏低 然后我就知道应该是张俊豪的 电影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打到车 然后我们就骑车去 看电影 这个是苏新浩 就是陪苏新浩修 他就他那个表没电池了嘛 就陪他去换了电池 换了电池之后 打车 然后那个定位又不准 然后那个定位就打偏了 等了跑了十分钟没找到车 然后最后我们说 骑自行车过去看电影 然后电影又快赶不上了 然后我们俩就在那飞奔 飞奔到了电影院之后呢 还好错过了五分钟左右 好 祝你在世界上最大的浴缸里 炮一次早 阿兰 固执 我觉得有可能是 ZAK 要么就是 坤上写的 但是我感觉 这阿兰和固执 我觉得更像是 更像ZAK写的 感觉 ZAK他平时说 阿兰和固执会多一点 那毛哥写的什么呢 翻译一下 毛哥是不是写了 泡24小时的澡 洗澡是谁也得呀 就俩这人 这才这真猜不出来 你只能后面举一粉三 排出法 小时 后和嘉欣一起去参加 师兄的演唱会 唱歌的时候 我感觉 有可能是于寒写的 看字迹 然后小时候一起参加 师兄的演唱会 当时好像是 师兄六中 唱的那个 《想你了》的365天 有印象的就是 当时好像于寒 于寒应该是唱的365天吧 还是挑的那个舞 没事 等会儿再做排出法 先把这些看完了来再说 在16年和金宝贝同台表演一样 这个肯定不是同意昆鞋 肯定不是毛哥鞋 我觉得应该是小木鞋的 跟我当时 16年跟我一起表演一样的 好像 现在还 还在的就是 张俊豪 小木 昆萨 这种个字 是小木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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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那种靠技术 你知道吧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精通这两项 一般都是靠 一般都是靠体力 就是比如说篮球 我体力比较好 我就跳得高一点 去抢篮板 或者说去抢断啥的 踢足球 也就是抢断 就跑跑场 主要就是这样 因为我踢球和打篮球不算特别好 但是也算一种兴趣爱好吧 因为我其实 每一个运动项目都还 就挺喜欢的 野生动物园 野生动物园 是什么关键词 台球 台球肯定是硕哥 现在就剩哪几个 然后16年表演一样那个 表演一样的 应该是小木的吧 对 这个是小木的 然后 第一次看他打篮球 应该是余涵的 电影开始了 是那个Swing Out的 继续打篮球是朱志欣的 野生动物园 组行的 那贾心爱你 应该是修的吧 台球肯定是硕哥的 想都不用想 这个最大的浴缸是张泽宇的 设唱片也是张俊豪的 说了哪些人 然后这个一起唱歌是Jeremy的 洗澡是毛哥的 洗澡是毛哥的 啊 了解 差不多猜了个大概还是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和佳心一同前往 忘记在某条顾志明小楼上 和他一起骑自行车 就是当时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 然后也是当时我们一起军训的 我跟佳心 对然后非常难忘的就是当时我们跑出去打篮球 然后被教官抓 所以就非常难忘了 就是他以前是那个市场练尔课 就是考试特别的强 当时我和佳心当时有次去看电影 但是那个车打错了 所以我们就是只有一次说骑自行车 然后去看电影 然后那次算是比较难忘的回忆吧 因为佳心比较喜欢跑走嘛 所以我给她的真正祝福一条 就是24小时分跑上走 嗯 所以我希望这条愿望佳心能够实现 就希望她在世界上最大的余程里跑一次走 教授后和佳心一起 大家一起去参加那个大师兄的演唱会吧 感觉当时很小 然后就现在想起来感觉还是挺记忆深刻的 我写的就是在16年和佳心宝贝同台表演 第一次大达篮球 23年 OK 我写的是咱们在北京去野生动物园那次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动物 大家一起来很开心 对 首先呢是这个台球 这个篮球被输了 然后输了输了这个台球 这个台球呢是之前就是叫佳心一起去打 然后感觉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活力 你又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嘿嘿 知道你很想可可蒙 所以我们为你准备的第一个礼物 是猫咪抱枕 让它代替可可蒙陪伴你 希望你每天下班回到家抱着它 能让你的疲惫一扫而光 佳心第二个礼物是一套画笔 虽然从小你就不爱表达 但是你画的画让我们知道 你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小孩 希望你在闲下之欲 能拿起画笔 让画代替画 表达你的内心所向 下心生日快乐 家仙 第三个礼物是一份 饭去玉米排骨汤 你在家最喜欢妈妈做你一道菜 离开家这么久 是不是很想念这个味道呀 等你回家妈妈亲手做个一次 家仙生日快乐 家仙生日快乐 我是不是要说两句 虽然但是 虽然我没有听到过这个 但是我多多少少我知道 有这么个事 所以说现在反应不是特别大 但是怎么说呢 从小到大 虽然说我姐嫁出去比较早 但是我跟我姐 还有我姐夫的关系 其实就算是胜似 就亲哥姐的感觉嘛 反正就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嘛 从小到初中之前 就是父母带我的时间都 也不能说特别少吧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平时跟父母的交流也会少 就比如说有时候父母虚拟话啥的都会觉得不耐烦吧 但是感觉从父母发完脾气之后呢 又感觉有点愧对于他们 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说 跟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 平时会嘴上叨叨个不停 但是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 嗯 就是自己特别重要的情人嘛 就比如说 就有一次之前是干嘛来着 之前是出去玩的时候 把那个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把手机落在车上了 然后 然后给我朋友的手机 拿我手 拿我朋友的手机 给我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反正是 那个 手机 响是响了 但没人接 然后给那个 因为打车是那个朋友的手机打的嘛 然后朋友 就 就 就打那个司机的电话 司机又说 就不在车上 但是车 那个手机肯定是在车上嘛 对嘛 然后后面 呃 就给我爹打电话了嘛 就毕竟手机丢了嘛 你怎么也得说 你不可能瞒着呀 因为当时 又 不可能那么扩 扩处 拿拿拿拿拿 自己能够拿钱出来买一个新的 去糊弄过去 然后给我爹说了之后呢 我爹 当时 好像是大半夜 还是说第二天去 因为当时后面发现那个手机的定位很远 然后我爹就 说要去给我拿嘛 他自己去给我拿 然后 当时就说 就当时还怕有点单 当时因为小比较天真 然后又看过一些世界上 世界上 就是比较黑暗的一边 就怕我爹出事 然后他出去给我拿手机的时候 隔了半个小时 诶 是不是隔了半个小时 就经过那一时 我就 就是之前就没有注意到 就是 管得多嘛 管得多 感觉大家都会很烦 然后其实经历了一些事情 就发现 其实自己 内心深处 还是会把他们就当做自己最 就亲密无间的家人吧 在这说吧 爸妈我爱你 我姐我也爱你 祝18岁以后的自己天天开心 o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